海风吹来阵阵书香 一排排的书架上有超过2000种的图书 这里到底是一间图书馆还是一家书店 其实啊,这是一艘船 从5月4日到26日 一艘满载着书籍的船舶 旺婆号会在香港尖沙嘴停靠 在船上开展流动书展 在海上看书是什么体验 一起跟着小新去看看吧 因为我们移到不同国家和国家 我们有什么叫Doulos Hope Units 而且你能看到这里 所有的书类都供费在约书 100约书在HongKong 是20HongKong 你怕书类的书类可能会影响了 在海洋上? 不,因为我们的桌子和拆布 和所有的东西是建设的 以保护的书类的。 我们不担心是一个问题的。 我们当我们把它放在一起, 我们把所有的测试都保护它们 保护它们,保护它们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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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护它们。 我想挑一些英文书, 因为我在学习英文。 在船上看书,你感觉会晕吗? 有一点的,我觉得比较热,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的, 因为在香港很少有这个。 我刚才选了关于这里的书, 可以做一个纪念, 因为不知道下次有没有机会再上船。 好顶啊, 其实挺舒服的, 而且之间的距离都挺宽阔。 有各个地方的书, 就可以买。 在香港买不到的。 旺浦号, 在5月5月, 投入使用。 船上的船长和船员团队, 由来自30多个不同国家的, 大约100名志愿者组成。 这艘船目前已经在东南亚, 9个不同的港口停泊过, 为不同地区的人们, 带去精神吃粮。 当我们的船长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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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船长, 也讨论到船长和船长和船长和船长, 讨论并不容易接触。 瓦利告诉我们, 在他们曾经停靠过的一些港口, 满载着书籍的船只, 或许就是当地唯一的书店。 而这也是海上流动书展的意义所在。 其实,在船上也好, 在哪里都好, 最重要的, 还是要有阅读。 我这 saddle不 option。 你会不会等的, 我会不会等的。